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狗 咱们今天来讲推背图 推背图是中国的一本古老的预言书 相传成熟于唐朝 由当时两位中国最有名的预言家 李春风和袁廷刚合著 袁廷刚四川人 中国著名的相氏 相氏就是相面算命 他原先是四川那个地方的一个县令 但是因为相面特别的准 就被李世民召到公众面 袁廷刚最有名的事迹就是 他曾经给小时候的武则天相不明 武则天虽然不是四川人 但出生在四川 他出生后不久呢 就被人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呢 送给袁廷刚看面相 袁廷刚看了一眼说 不得了 这个孩子不是个男儿 却有帝王之相 可谓天下之主 这么正 对 但是他被李世民召到公里 不是因为武则天 因为他进宫是武则天还没进宫呢 那么李春风呢是陕西人啊 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道士 擅长天文立法真心之术 父亲呢是一个县位 县位比县令稍微小一点 是县令的辅佐官 他的父亲呢后来器官成为道士 隋李春风从小是在天台山的道观长大 在很小的时候 就能通过占星术来预知未来 有姚氏的能力 姚氏自古居服 对对对 他能姚氏看到未来啊 那么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宁首还不是唐朝 是隋朝的时候 他就已经进宫当官了 当太使啊 就是专门管立法占星 后来隋朝负面进入唐朝之后呢 李世民就直接把他找到身边了 太有名了 把他怎么和天象在一起呢 立法其实就是看星星的运作 来判断什么时候日识 什么时候月识 什么时候要发生国家大事 就要立法 就阴历啊 杨历的算立法 立法 对对对 那么李春风呢 是比袁天刚小三十岁的 但是呢李春风比袁天刚感觉要厉害一点 出名更早 而且李春风小时候就科班出身 道士出身 在道观长大人 而且是个天才 也是先到李世民身边的 而袁天刚呢 属于从民间靠名声一点点 越来越有名 后来发掘出来 你知道吗 谁岁数大呢 袁天刚岁数大 后面见过这个岁数大 对对对 就是项面的岁数大 厉害的是 李春风岁数小的那个 古人大三十岁的话 有的见面 对对对 都没见面啊 很有可能啊 所以大的相当多了 就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一样 可是小孩子力高 因为他是看天象的 所以能看到很远 而这个袁天刚是算挂的 一般是根据一个事情 判断这个事情急凶呢 是这种感觉的 那么李春风到李世民身边之后呢 他也预言过武则天的事情 说唐朝到中期的时候会衰落一下 在这个时候呢 武则天将会称帝 李世民一听就决定先下手为强 要干掉武则天 那个时候武则天还小 但是呢被李春风拦下来了 李春风说万万不可 他说如果你把他杀掉啊 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 则李世子民将会被诛煞殆尽 李家的天下就没了 如果你留武是一条活路 则虽然皇位不保 但是李家社稷有存 李世民呢这才放过了我 李世民听这也不会很开心吧 但没有办法 这是命数 这都是爷是吗 这种事情原则上 没有第二人可以知道了 也不能说没有第二 没有第三个人可以知道了 是吧 所以敢说他不是爷是 哈哈哈哈 那么关于李春风和袁天刚 有一个故事啊 能够说明这两个人都很厉害 而这个李春风可能更厉害一点 就是说有一天啊 李世民出游 带着袁天刚和李春风两个人 走到一个河边 看见两匹马又过河 一匹红马 就是赤毛马 一匹黑马 这个李世民就跟他说 说你们俩来预测一下 这两匹马谁先过河 这个袁天刚马上拿起挂来一算 算出一犁挂 犁挂是火呀 我们在年初的2024预言的影片中也提到啊 说为什么2024年开始的20年是火运的20年 是因为这20年是犁挂 犁挂是火属性的 算出了火属性的挂呢 这个袁天刚就说啊 我猜这个红马蟹过河 这个时候李春风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说黑马蟹过河 为什么呢 他说袁老师挂出来这个犁挂呀 是没错的 确实是火挂 但是火都是从烟开始的 烟先于火 而烟是黑色的 所以他预言黑马蟹过河 结果呢 黑马蟹过河 这个时候呢 李春风表示的很谦虚 说没有袁老师这一挂呀 我也无法预测 哇 就说明这两个人都挺厉害的 这个李春风可能更厉害一点点 你说李世民带着他俩出门 相当的牛了是吧 未来的事情都知道是吧 无敌了啊 那么得到了这两位优秀的预言家之后呢 李世民就想推测一下大唐的运势 毕竟啊他要开拓疆土啊 大展宏土啊 于是呢有一天 李世民就找到这个李春风啊 说你帮我推测一下大唐的运势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但是李世民啊稍微有点担心 因为就一个人预测 他也不知道这事准不准 对不对啊 毕竟大唐的运势 不是红马黑马这种小事情 而且红马黑马 它也就是50%的几率 对对对 很容易蒙对的 哈哈哈 于是就把袁天刚也叫来了 据说当时李世民是让他们两个人背对背 各预测各的只能纸上写下来 那么袁天刚算了几袜 就是预测了几年的内容之后呢 就停下笔来 一回头发现李春风还在分笔计数 不是他写的慢 是他写的多 不停地在写 哈哈哈 据说当时李春风预言的内容 已经超过了唐朝之后2000年的内容 啊 还在狂写 这时候袁天刚觉得有点不妙 于是呢就在背后推了李春风一下 就推了一下他的后背 这就是推背图的由来 哈哈哈 袁天刚说了一句话 就说千千万万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啊 这句话呢就是推背图的最后一句话 意思呢也就是说 预言这个东西是没有头的 说不完的 本来呢也是泄露天机不可说太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本书呢也就是一本 泄露了太多天机的预言书 那么当时他们俩预言的所有内容 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推背图 不过呢说实话 当时预言的内容也只有他们两个和李世民知道 毕竟是国家的运势啊属于国家寄密 不可能让外人知道的 但是李世民死了之后呢 这本书的内容就流出来了 应该是从李春风那里流出来了 因为李世民死之前 袁天刚就已经死了 而李春风呢又多活了二十多年呢 所以这个内容应该从他们出来 不可能从第四个人出来 而这个书一传出来就立刻被定为禁书 不得出版不得抄录不许看也不许研究严禁传播 而且此后历朝历代都把此书定为禁书 所以这个书能够流传之间相当的不容易啊 但是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 这个书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目前一只推背图的版本呢至少有六个 内容呢不尽相同甚至有成图的 那么究竟哪个版本更古老更贴近原版是不知道的 而目前最常见的一个版本呢 是1915年上海书局出版的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推背图中呢总共有六十足一连 称为六十项 按天干地支排序 大家注意这里边的天干地支不是纪念用的天干地支 所以呢并不是说是六十年的预言 它的这个天干地支呢单纯是这六十足预言的一个编号 跟年份没有关系 而这个预言整体的长度 就是这六十个预言的整体长度 就应该是当初说的那两千年的一个长度 究竟多长不太知道 每个预言什么时候发生呢 在里边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但也不是那么精准的 比如说1977年发生什么 不是那种感觉 今天呢我们会讲到最后一个预言 大家也可以体会一下它这个时间尺度有多长 那么这六十项中每一项会附有一个图 这个图其实就是项 然后会有三段话 第一段话叫称 称呢就是预言的意思 是这一项的预言的主体 由四个短句组成 第二段呢叫送 是对称的补充说明 有可能包括时间地点信息 以及一些补充信息吧 也是四句话 而第三段呢是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并不是推背图原本的内容 是明末清书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金盛探 也就是大概400多年前的一个人呢 专门给这个书写的注解 他的理解写在这个书上面 其实现在发现的推背图大多数都是明清两代的厂 超文 所以上面有注也都是大概是明清那个时期的注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推背图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六十项中的第43项 为什么从43项开始讲呢 因为这一项很有可能和今年有关 这一项上画了两个人 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称曰就是预言的主体说 君非君臣非臣 使间为终可定 宋的部分说就是补充说明说 黑兔走入青龙学 欲尽不尽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为什么说这项和今年有关的 就是因为宋的第一句 黑兔进入青龙学 我们在年初说了 今年是青龙年 而2023年是黑兔年 就正好从2023年到2024年的感觉了 那其他年没有黑兔走入青龙呢 不这个是60年一循环 所以1963年到1964年也是黑兔进入青龙 60年后也是 不过现在正好是黑兔进入青龙了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讲什么内容 这个预言的主体称的部分 君非君臣非臣 君王不像君王了 臣子不像臣子了 也就是说国家乱了 使间为一开始充满了困难和危机 挑战和不确定性 终可定 最终事态将会稳定下来 啥意思 啥意思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宋 欲禁不禁不可说 这个其实是对于预言主体的一个说明 但是这个说明很奇怪 是吧 有个什么事情 要完不完的不能说 他这不可说 就证明了这个事不能讲 这个预言的主体是不能讲 不自所有的预言都这样 只有这第43项是不能说的 唯有外边根树上 这句就暗示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外部的某一个因素 30年中子孙结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在30年之后才会产生结果的 金圣叹其实也没有看明白这是怎么个事情 所以他对于这一项的解读认为是对第42项的一个结果的说明 于是他写的皮主就是此项 前项女子乱国为中君臣出寿 有一杰出之人为之底定 然必在30年后 就是说前项说了有一个女子乱国 于是国君和大臣到了一个生死存亡这么一个阶段 出来了一个杰出之人终结了这个事情 平息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最终是30年后才尘埃落定的 那既然他提到了前项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42项 42项画了一个美女抱着一琵琶 地上放一弓箭 旁边有一个兔子 趁月 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 长宫在地威而不威 就是说有一个美女从西方而来 长宫在地 就是说一个发射性武器摆在那里 看上去挺吓人的 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危险 就是说一个美女从西方来 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威慑 但其实没有造成最终的危害 宋的部分就解释了 就是说西方来一个女子 是一个琵琶仙 娇娇衣裳色更鲜 就是说长得非常漂亮 此时魂迹居朝市 闹乱君臣百万般 国家开始乱了 我感觉他俩在现在 这么当命理时的话 都赚不到钱了 他不懂 但是你要想到 他预言并不是当时的事情 而是一千多年前 两千年后的事情的话 只能看到这么一个景象 也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去描述 是吧 而且他要押韵 所以就写的比较短了 有的不能输 不押韵 然后就有了四十三项 君非君臣非臣 时间为终可定 但是最终三十年后 才能看到结果 这就是目前认为 这推背中文和今年 关系最大的一条预言 说实话呢 有点太抽象 用一句话总结呢 就是欲进不进不可说 我跟你讲 他既然说了 这事不能说 他就是不能说了 知道也不能说 知道也不能说 说出来可能就有什么危险 不能说 知道 知道 不能说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认真了 预言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感觉 而且呢 这是一个来自一千三百多几年的预言 看不懂也属于正常了 本身也是古文 你想金圣炭他都看不懂嘛 是吧 咱们看不懂很正常了 那么这个推背图 如果都是这么模糊的话 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它准呢 而且据说推背图准确率百分之百的 就是以前发生的事都准了 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他比较准的一个例子 就是第三十九项太平洋斋争 第三十九项的称曰 鸟族山有月 旭出生 人都哭 配了个图啊 山上占一秒 蝶有个太阳 宋曰 十二月中气不合 南山有雀 北山罗 一朝听得金鸡叫 大海沉沉日已过 金圣泰说 此相移移外移 扰乱中原 必得有年使得平定 就是到七年才会平定 据说呢 这就是预言了太平洋战争 也有人说是日本侵华了 因为预言中说 旭出生 人都哭 旭呢被认为是指日本 就是日本崛起了 大家都哭了 那么这个旭究竟是不是日本呢 其实从这个图上能看出来 这个图啊 山上占一鸟 这鸟是没有脚的 鸟子啊 如果把四个族去掉 换成山 它就倒 所以就是说有个叫虚的倒窝 崛起了 人都不 那么接下来宋的部分呢 就说了 12月中气不合 这个有人解读呢 就是1941年的12月7号 12月中呢 日本突袭珍珠港 爆发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可以说是二战 以至于人类历史中 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之一 它几乎塑造了现在的世界格局 也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使用了核武器的战争 关于太平洋战争 以及二战争以后 我们会专门做影片给他讲解的 为什么也有人认为它是侵华战争 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开始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 事实上是发生在7月7号的晚上 到7月8号的凌晨 7月8号因例是6月初一 他说12月中 就是12月的一半是6月初一 就正好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这样理解的话 大家理解不一样 你怎么理解都行 那么下一句 南山有雀北有罗 这个被认为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向南扩张 但是遭到了北边美国的狙击 所以就是北有罗 就是门可罗雀的罗雀 抓鸟 下一句一朝听得金鸡叫 大海沉沉日已过 就是一旦到了几年 日本就完了 几年是1945年 日本投降的年份 也就是说第39项预言了太平洋战争 和日本的失败 好那么如果第43项黑兔进入青龙雪 是今年的话 那么我看看43项以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推背图中预言了两场世界大战 就是未来要发生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45项 李斯的三项很近 但他一向跨足多少年 不知道 那是按顺序发生吗 还是不一定 在我感觉是按顺序来发生的 第45项 称约 有客西来 至东而至 木火金土 洗此大尺 宋约 炎蕴红开 世界同 金屋隐秘白羊中 从今不敢撑熊掌 兵器全销 运以终 金生探说 这项说的是和平之后 世界又开始打战了 而且是在海上 自此之后 世界更加繁荣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非常重要 两人各拿一长枪 对着太阳 是 蓄 没错 是蓄 我们再看一下那种 有客西来 至东而至 就是有人从西方而来 到了东边停了 木火金水 洗此大尺 木火金水 被认为是方位 就是五行上的这四个元素 正好对应方位上的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 各个方向夹击 一雪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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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再结合这个图呢 就说有一个国家 从西方打过来了 打这个序 各种放大招 各种包围夹击 最后一雪千尺 宋的部分呢 炎韵鸿开世界头 炎呢 写作火火 被认为是战火了 世界头 全世界都在打 但是都在海上打是吗 对对 这个金盛探说是在海上 金屋隐秘白羊中 金屋就是太阳中的一火鸟 中国传统神话中啊 认为太阳中啊 有一个灵 这个灵呢是一个三族黑鸟 叫做金屋 日本的神话中也有叫八尺鸟 八尺鸟也是三族黑乌鸦 在太阳里面 太阳的象征 但是啊 认为自己是太阳的国家很多 不好说是哪个国家的 但是就是这金屋 它象征着白头鹰嘛 它也是一个鸟 也是金屋 以逆白羊中嘛 白羊是指汪洋大 说这个金屋啊 沉没了 消失在大海之中了 下一句 从今不敢称熊掌 从此不敢称自己为老大 你就感觉 失序 对 兵器全效 运以重 就是军事实力大减 国运终极 就这个熊掌 就是说这个战争 有可能从西方向东方延伸的 最终到东方这终止 告终了 结束了 可是2062远 以后的老大不是印度吗 但是你说2062年 这个是什么时候不知道 有可能是之后 印度有可能是金屋吗 不能许牵齿 反正就是这个土很重要 所有武器都指向那个太阳 好 还有关注点就是说 这个木火金水啊 缺土 嗯 这个金圣探就觉得 说这个战争应该 不是发生在土上了 不是发生在陆地上 所以他说在海上 他是这样理解的 和土无关 好 第45项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43项是金年 那么第44项 就应该是 这个世界大战的前兆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第44项 陈约 日月立天 群音社福 百灵来朝 双羽四族 双羽四族啊 就是指鸟兽 也指门关五关 宋约 而今中国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似宜崇义称天子 匹吉太来九国顺 金圣太说 此乃圣人附生之相 四夷来朝之兆 四夷就指周围的国家 那么整体来说 意思就是说中国出了一圣人 虽然不是豪杰 就是说应该不是以武将 不喜欢征战的人 但也能达到周成王的成就 周成王统治时期 是唐朝之前典型的 天下代表百姓安居乐意的时期 四夷从一称天子 匹吉太来九国顺 就是说经过了各种不安定 但最终还是迎来了世界范围的和平 就说先是和平了 突然间和平了之后 打起来了 那么到了第45项 就是和平被打破 西方来袭 一雪牵齿 把世界老大干掉了 世界进入更上一层的繁荣 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感觉现在还没到44 这么繁荣的景象 对对对 现在还混乱呢 世界还打仗呢 所以这个前兆还没到 大家可以放心一段时间 那么推卫仇中 还有一处描写未来战争的场景 有可能是第四次世界大战 出现在第56项 就已经非常接近第60项了 所以有人认为是末日战争场景 第56项 趁月 飞者飞鸟 钱者飞 战不在兵 造化游戏 天上飞的不是鸟 水里游的不是鱼 打仗的不是士兵 造化游戏 造化的是指发生的事情 游戏不是说我们现在玩的游戏 是指不可预测的 就是说发生的事情 一切不可预测的 宋约 海江万里进云烟 上起云霄下席拳 云霄是指空间的最上段 拳是空间的最下段 九拳 就是说这个世界万里无疆 从上到下 到处都是云烟 到处都是战火 金姆木工工换弄 金姆有可能是指西方 木工是指东方 所以就是西方东方 叙叙实实各种操作 干戈未接 霍连天 双方还未见兵戎 大规模的灾难就发生了 这明显是李淳峰通过摇视看到了场景 由于认知有限 他也无法行政 他看到了这备来战争场景 所以说飞的不似鸟 游的不似鱼 他没有见过飞机和潜艇 也没有见过导弹上的雨雷 但是他确定打仗的不似人 一场不见士兵的战争 蔓延全球 从天上到海里到地下 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什么时候结束呢 是第五十七章 趁月 物极必反 以毒制毒 三尺童子 四夷折服 宋月 坎梨相克 见天泥 天使私人 弥杀鸡 不信其才 产无悦 崇阳从此 寄兵士 趁的部分比较好理解 我看一下宋 坎梨相克 见天泥 八卦中 坎是水 梨是火 就是水火不容 是天意 天使私人 弥杀鸡 弥是制止的意思 平息的意思 上天让这个人来平息这个祸论 不信其才 产无悦 没想到无悦这个地方会出现一奇才 应该就是趁里边说的三尺童子 一个小个子 崇阳从此寄兵士 寄呢是收敛的意思 远隔崇阳的国家从此停止了战争 也就是说第四次世界大战 末日之战 打到终极的时候呢 物极必反了 事态出现反转 这时候无悦这个地方 中国出现了一个小个子 让世界战争平息 但这场战争并不是和平结束的 因为有一句叫以毒制毒啊 以战争结束的战争 以武器带来的和平 这个预言中最核心呢 就是这个三尺童子 身高只有一米 却可以终结世界大战 而且是上天派下来的 使用强大武器终结了人类的人 基本确定就是小灰人 哈哈哈哈 不可能是正常人类了 是不是 而且它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的灭绝 从此预言就结束了 这是第五十七项 你看第五十八项 大乱平四一伏 称兄弟六七国 风烟静静海无波 称王称帝又统和 悠有煞星隐西北 未能唱遍太平歌 也就是说世界大战之后 大国之间再次握手言和 风烟静静海无波 不打了 但是西北方仍有战乱 并没有完全太平 但是很快第五十九项 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天下一家 这人大话 一人为大世界府 手持竹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西南北近河目 就是国家没有了边界 也不分你我了 红黄黑白不分 就是说没有人种之分的 天下一家 就是全世界同时进入了天堂 或者进入极乐世界的感觉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第六十项 推背图的最后一项 图上就是一推背的图 一阴一阳 无始无终 终者自终 实者自始 茫茫天数 此中求 世道兴衰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 就说预言到此为止 阴阳交替 无始无终 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 该开始的时候自然会开始 虽然我们想知道未来发生什么 但是知道又能怎么样 世道兴衰不自由 预言太多了 根本就说不清 还是回去休息吧 也就是说按照推背图的预言 世界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外星人到来让人类实现了大和平 全世界进入了无我无为的这种境界了 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人类升华了 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消失了 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都进入虚拟世界了 一切也就都结束了 也就是说整个推背图最终还是回到了无为这件事情上 就是你虽然很想知道未来发生什么 但是又能怎么呢 无为最大了 回去休息吧 这种推背图大概的内容 当然我们没有全讲完 我们主要讲一下从今年开始到世界终结的内容 到极乐世界终结的内容 最终我们还是会进入极乐世界了 到那个时候就无你无我了 没有国家的概念 什么肤色的人都没有区分了 就是因为一个小灰人的到来 很有可能是 对啊 外星人一来我们人类肯定团结一致了 不分你我了 对不对 世界和平 也就是说他来也不是为了征服我们来 就是来告诉我们 其实你们还很渺小 何必打来打去呢 可是他不是一直都在吗 不过他那次是真的降临了 而且用他们的实力终止上站着来 他实在看不下去人类再纷争下去 但是前提还是人类 要打得不可开交他才会来 那么讲到最后一关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多少年尺度的一个东西呢 那几千年历史的话 他这样随便一说你总能找不到对的事 哦那倒也是了 但是啊就是他未来看到的场景嘛 他这样去描述它 也没有办法呀 就是他也希望看到更准确的东西 他毕竟不是未来人 未来人回来可能可以说的很准确 这是预言呢 预言都是这样的 那么关于没讲的那些像呢 我们会在以后里面给大家介绍 或者是在会员频道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那么整个推背图啊 总结一句话就是 欲进不进不可说呀 这句更准啊 这句更准 还有句更准 千千万万说不进嘛 不如推背去归修 很好玩 想要很有趣 啊